2022赛季中国平安 中国独游协会超级联赛的比赛直播 中场联赛第十八轮的补赛 由长春亚太坐镇主场 长春体育中心体育场 迎战来访的深圳队 看看这次挑传打身后 这个反差非常漂亮 中路有机会 汪尽贤直接传回来 左脚射门 1比0开场四分钟 这个球汪尽贤和谭龙之间的交叉跑位 太精彩了 谭龙斜向跑动带开了一个防守队员 然后汪尽贤从远点斜插进来 谭龙包抄得分再来看 汪尽贤是从进区的右侧斜插到左侧 然后杀到接近底线附近横传 然后谭龙这个包抄打的也是非常精彩 这个球呢其实对于谭龙来说有难度 他主要是判断落点有问题 如何来处理 郑大伦有速度走外线 郑大伦的左手也可以的 这次是打门变成了脚球 姜志鹏踢球呢 他确实是有自己的特点 好球 阿里克的转身 袁炳成漏了 阿里克到进区里边再往中路传 弹罗 右侧上来人 跟进左脚的射门 董春雨把球扑出了底线 这是来自于廖成坚 这个球袁炳成什么情况 他判断球的点 判断失误了 阿里克呢很轻松地抹过来 然后廖成坚左脚射门 皮球蹦蹦跳跳 然后被董春雨扑出了底线 赛尔吉尼要给右侧 看看这次 谭龙在进区里边直接射门了 正脚背的抽射 这个球呢滑门而过 上半场比赛打了25分钟的时间 目前比分呢依然是1比0 场上下他还靠着开场 三分钟的进球呢 暂时领先着深圳队 汉龙再做好球 塞尔吉尼要来了 塞尔吉尼要再给到进区里边 汪锦贤有段时间没拿球的 看看边路郑志云再往中路传 好球 埃里克看到后点来选择自己射门 没传球 埃里克好好球 停得漂亮 然后完成了摆脱 再往中路给 汪锦贤再调到进区里边 埃里克到底线直接传 这球能被挡出了底线脚球 江志鹏选择射门了 这个球打得很有威胁啊 乌亚科的判断还是很准确 没有去扑这个球 脚跟磕一下漂亮 汪锦贤 郑志云 左脚下底 传起来中路 投球 这一下来自塞尔吉尼奥的投球 顶到中路被门将没收 这球没吹犯规 路在饭这会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